一手画笔,一手颜料,神色淡定,下笔从容 画面中的人叫吴淑瑞,今年60岁,北京人 是一位古剑修复师 从夜40年,从故宫乾隆花园到天坛长廊 从中南海营台到天安门城楼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近日,记者在北京的工作室中见到了这位文物修复师 吴淑瑞专攻古剑画创作与修复 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小样 他说这些都是按照原规制、原比例所制的 一放大就是施工图 在他看来,从现场勘察、揣摩图样 到制作图谱、粒粉描图 修复的每一步都需细致又细,马虎不得 在这牛皮纸上用铅笔画好了图案 画好了之后,在它的基础上用针扎小眼 用这个粉铺拍在大幕上 就等于是印在这个大幕上了 就这样一拍 然后你看,如果这是大幕呢 就印在大幕上面 特别清楚 拍完之后就按这个图案 就开始沥粉 它用沥粉器跟挤牙膏似的 按照龙的图案把它沥出来 就是你手得稳 手得特别稳 然后手挤这个出粉呢 要粗细一致 流畅 沥完粉后就是上色 吴淑瑞介绍 彩化的颜料均为自然矿物 需经过一道道研磨 混入骨胶搅拌而成 配比不对 偷工减料都达不到效果 上完色后就要开始贴金 这样,这样往上贴 贴完了用那个棉花一肘 棉花这么一擦 然后有胶的就沾上了 没胶的就掉了 这筋的特别薄 你看,它都在空气当中都能飞 古剑彩化修复的工艺繁复 有时单单做一个小样 就要花上一个月 这对修复师的记忆 体力和毅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我们这工作在夏天的时候 上面太阳晒着 然后脚下又有流利瓦烤着你 然后你又在中间工作 汗流浃背的 那种热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可是到了冬天又特别冷 你手里拿着冰凉冰凉的利粉器 前面又是铁头 然后你的工作又要流利 不能打磕巴 就是顺利地把这个动作完成好 这也非常不容易 然而干这一行 光能吃苦还不够 还要会思考能创新 共和国成立35周年前夕 吴树瑞被安排修缮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属于重演古剑 吴树瑞负责的彩化位于第二岩 相当于12层楼高 眼看大功告成之际 屋顶上的一个正圆形彩画图案 把一众工匠们都拦住了 然后我们那些老师傅 曾经原来用过 就是用一个质子 就是用一个圆的质子 然后这么立 可是立到最后 这手翻不过来 所以那接头老是特别显 我们经过反复实验 结果找出了一种 就是用圆规 圆规的那种方法 从反手 然后一直立到正手 这么一接 这么立 一是没有接头 第二 它出来以后特别圆润 没有那种凹凸感 如今花甲之年的吴树瑞的最大愿望 就是带图传译 把手艺传承下去 让文物永保青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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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